每天三小时通勤 要成家去难买房 月薪不到三万元 这些上班族的种种辛苦及压力 是32岁陈维正的亲身经历 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个资深的通勤族 我有超过十年跨县市通勤的经验 每天其实都要花超过三小时 但往返双倍 那从15岁开始就是每天过这样的日子 我一直都认为是说 基隆人不应该是一直被鼓励离开的命运 所以2015年的时候就回到基隆 那开始透过深度的市政的研究 然后来发行我们自己的在地的杂志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城市的大小事 那甚至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 它怎么走来今天 我们做完整的盘点 我们才更能知道我们要怎么走向未来 三年前进入市议会后 透过直询进行交通和事工车改革 要落实人本交通 尽力保护海洋生态 要让类足于海洋城市的基荣 能保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另外也提案劳动安全 公共托育设施等部件 还争取居住正义 我的路径不是把城市当作个人政绩的舞台 我是希望在日常生活里面 投入我们更多的市政中心跟资源 来加强基础建设 尽管在议会上不断力争 却因市府资源投资不平均 导致改变难以实现 因此决定参选 基隆已经来到一个政治转型的时机点 而我们也要透过 真的把市政的重心放在市民关心的议题上 和市民一起来共建一个 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生活的基隆 我这次参选其实面临到很多很多的质疑 有很多的人会问说 你为什么不选择一条比较安全的路 就是在连任议员 也有人会质疑说 你这么年轻你懂什么 甚至也有人说 你只做四年议员 你不可能会是个好市长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一个市长最重要的特质 不是他做过什么职位 也不是他的年纪 他的重点是 能够带领这个城市 有一个崭新的愿景 同时他视野的开阔性 能够带领这个城市前进 尽管众人不看好 但他也要尽力一搏 他想和大家一起 在基隆好好生活 我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城市愿景 就是要让青壮年 能够在我们这座城市安居 留住青壮年才有活力 跟我们能够向前迈进的动力 而同时我们也要支持 长照以及社区 让长辈们可以在地安劳 更多的公共化的支持上 让下一代能够安心的在地成长 我们面对的是 国际是不断的 在走向智慧城市的趋势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世代 我们手中握有的处位治理 跟创新的能力 我们真的能够来 跟大家一起共创一个 可以安居乐业 好好生活的基隆 带着对市政愿景的全盘规划 带着对每一位市民的生活了解 为政务参选基隆市长 要和大家一起打造山海共好的宜居港都 一起幸福生活 即使蔡小军采访报道